好 終於到直播了 我們先弄光一點 Hello 大家好 我是Sonia 今天就是我們FSHO為BB班 第五集 不經不覺就來到第五集 之前有才俊說 我之前的四集表演 太太太太太 他說 為何你自己的Styling 或者其他的Live 斯文這麼多 那些調音好像好一點 那我說 喂 你見到D啦 或者阿姐 D嶺房那些東西 全部都是這麼囂張的 沒有說髒話已經算是這樣的 D嶺那些 大哥 一分鐘千萬上落 BIG FINGER OK 好了 你不要激動我 你不要激動我八婆 為何要表現這個溫柔的我 你要 好了 今天說什麼呢 今天就說什麼 咦 財盡有禮物送給我 不是白天鵝 大家以為是白天鵝 大聲一點 大家不要看 以為是白天鵝 其實我們今天在說黑天鵝 首先大家知不知道什麼是黑天鵝 你知不知道什麼是黑天鵝 黑天鵝呢 所以給你白天鵝 因為我找不到黑色 所以給你白色 你噴一下它吧 噴一下它很難 難度很高 你現在考我 什麼是黑天鵝 對 對 黑天鵝 據我所知 就是一個 一個比喻 對 比喻一些 根本是沒有什麼可能發生的事件 不過終於發生了 那 其實在世界上 每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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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人生 每一條路上 總有一些事情 你覺得沒有理由會發生的 真的發生了 那這些 有人將它結集了成書 寫為黑天鵝理論 你寫了 OK 我們今天 財進很多話說 因為 真的 黑天鵝事件 你當這隻是黑色 它是 把我伸了它身上 今天 或者說說這個背景 為什麼不同了 又買了廣告 這個是另外一間 Coliving宿 大家有朋友 外國朋友也好 香港朋友也好 長租短租 我都很歡迎他們 這個是Hotel Standard的一個 香港重點才是 是不是 好 再說 黑天鵝 先說Hell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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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黑天鵝說起這件事情 其實都一匹步那麼長 我想其實很多人 無論是 工作 無論是 可能每天 上班下班 基本上都會遇到很多 不同類型的黑天鵝事件 例如 無緣無故突然會收到封信 然後 之後就跟你說 你的Probation 要延伸 這樣 當然 有些可能 糟糕是完全不知道什麼的事 可能直接給一張 叫你離開 叫你自己打辭職信 就是 很多時候 可能在工作上 其實 每一間公司 也都有 我想是有不同的壓力 例如 去到一些大公司的時候 很多時候 他們有時候 可能有成本的效益問題 他會看到 究竟我們下面那些人 是一個什麼情況 跟公司其他人